好 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基本的DI依赖注入的用法 那这一节就要来介绍DI依赖注入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就使用到了 那在哪里呢 帮大家回想一下 就是在我们使用资料库的那一章节 我们在使用资料库之前 必须要在这个设定档这边去注入 我们这个资料库物件 那注入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位置 以这样的方式去取得资料库物件 那这样子的方式去取得想要的服务 这样的做法就是你依赖注入之后 就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取得你依赖注入的这个服务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先在这个地方去注册 相关的一些依赖注入之后 你在任何的Ctrl的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取得你这边注入的这个服务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来教一下 这个的基本用法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依赖注入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将这个程式给拆分出去 为什么要拆分出去呢 基本上这就是为了以后维护好维护 那像是我们Ctrl的这边 最好之后就只留下控制的逻辑 那像是三页逻辑或者是资料处理的逻辑 我们会另外把它拆出去写在一个service之中 那还有像是我们比较进阶的用法 像是IOC或者是依赖反转等等 比较进阶的用法都必须使用今天这一节课 教的这个依赖注入的方式去做实现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先教一个最基本的依赖注入 该怎么做 然后哪些程式我们应该要把它搬去这个service 好那今天既然讲到service 我们这边就一样照晚常的惯例一样 我们就建立一个专门犯service的这个资料夹 那建立了这个资料夹我们之后 我们想要把这个news control的一些非控制逻辑的这个程式给搬出去 那既然这个东西可能是news在用的 我们这个service的名称就命名为news service 那这个也是一个普通的类别 而且这个类别其实不继承任何东西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类别写法 那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在这边依赖注入的这个东西 在control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得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取得我们这边依赖注入的东西 那我们这等一下会要在这边 去把我们的这个资料逻辑的程式搬移到这里 所以这边我们要先取得这个资料库的物件 那我就把这个给它copy过来 那首先我们会在上面宣告一个资料库的物件 然后是私有的 然后read only 然后这边就是建构子的地方 就可以取得这个资料库物件 那就跟这个是同样的东西 取得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等于 这一个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到资料库物件 那就可以针对资料库做一个操作 那接着我们要把什么东西给移过来呢 我们这边我们就直接做一个复制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取得新闻列表的 这个资料逻辑程式给移过来 好那这段程式本来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段 也就是说这一段我们今天就不写在这里了 我们要把它写到service这边 那所以说这一段 其实跟这一段是一模一样的 我只是把它搬个位置 那接着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这边的service已经写好了吗 那我们这边要怎么样去拿到service的 这个提供的服务呢 那这边我们就是要拿到新闻列表的这个资料 首先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要 依赖注入我们的这一个 刚写好的这个newservice 那在哪里注入呢 刚刚已经讲过了 要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要怎么注入 我们就是这边这个.service 然后add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一个gop 那下面会介绍各种不同注入的生命周期 我们大多数会先用这个 所以我这边就用这个 然后要注入什么呢 注入什么 你就在这边写上我要注入的这个东西 那这样子我们就注入了 注入了之后 我们在control的这边就可以取得到 我们刚刚注入的newservice 好那这边要怎么写呢 我们一样在最上面痊愈的地方 我们就宣告了一个newservice的类别 然后这边就取个变数名称 那这是我习惯这样取的 一个底线加上这个名称的这一个变数名称 好那这边的话 一样因为刚刚这边注入了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取到这个newservice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痊愈的等于这个 接收到的这个值 那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取得我们在newservice 捞到的这个新闻列表 点什么呢 取得新闻列表 那这样取得之后 我们一样就把它丢到前面去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改写 那也就是说这边的程式只剩下控制逻辑 不过这边因为程式很简单 所以也没有什么控制逻辑 就是我们从这个service这边 取得新闻列表之后 就把它丢到前端的view这边 然后view就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程式 有没有成功的这个运作 好成功的进入这一页 代表说我们这个程式没有写错 就是这样子成功的做了一个改造 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有时候可能会写完之后 很开心的就执行 发现没办法执行 那通常可能就是你忘记注入了 比如说我这样子 我把注入拿掉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就会发现他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信息 其实很多人遇到错误都不会去看错误信息 然后在那边瞎找说到底为什么错 其实错误信息可以提供很多资讯 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 其实他这个错误信息就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没有办法解析这一个服务 所以没办法在这个Ctrl的这边去使用这一个 我们刚刚写好的这一个news service的服务 那为什么没办法解析 没办法找到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在这边做一个依赖注入 所以错误信息其实可以让你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有时候发生错误的时候 好好的仔细研究一下错误信息 其实他都告诉你为什么错 好我们把这边注入改回来之后就发现 诶程式就可以正常的去做一个运作了 那这边就成功的改造了 那我们这边再来改造一个东西 就是下面这一个部分 下面这一只detail这一只 那其实detail这一只就有一些控制逻辑的部分 那边是控制逻辑呢 其实就这一个 如果等于空那我就把它导向哪里 那如果这边等于空我就把它导向那里 OK的话我就把它返回去 那像这两个就是控制逻辑的部分 控制逻辑就是有点是控制一个流程 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你就要做什么 发生什么事你就要去哪里 这样的一个程式我们会叫它控制逻辑 所以这两个部分我们就会保留在control这边 那我们要移的部分就会是这一段 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再写上一段 取得这个是detail 所以是取得某一则新闻的这一个详细资料 那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直接做一个copy 好那因为今天这边它这个是范例程式 所以它写的很简单 你这样移过去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我们真正实物上在写程式的时候 这也绝对是一大串 要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移过去就很理所单 那不要看现在这样子 那是因为范例程式 比较这个单薄一点 那我们这边就大概描述一下 可能这边因为这个范例程式 它没把它写成DTO 所以我这边就先把它写成DTO 那其实就可以做一段 蛮多事情的程式嘛 那有可能像我们新闻列表嘛 新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附件上传档案 所以你接下来可能也要去 再取得你附件档案的一些路径位置 或者是档案大小等等的一些 附件档案的资料逻辑也会写在这下面 所以今天这个程式可能就会还蛮多的 那这样子写在这里 这里就会整个很杂乱 一下控制逻辑 一下又取资料 一下又取附件 然后再来又是控制逻辑 整个就会很乱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一段 就这一大段给移出去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移出去了 那移出去了之后 我们这边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改造 就是把这一段一样 就是newservice 然后取得新闻详细资料 那我就把这个ID给丢进去 丢进去之后 好这边处理了一下 他就会吐回那一则新闻 最后这边还一样可以去做 这一个逻辑判断 到底有没有找到新闻 然后有找到的话 就返回这个新闻 好但是我们这一边 detail要改一下 因为这个当初在示范的时候 这边是没有做修改的 我们这边就把它改成DTO 栏位可能也有些要做调整 我这边就快速的调整一下 好调整了之后就没有错误了 我们就存个档来看一下 detail这一页能不能正常的执行 好这边我们就来按一下detail 好有没有看到正常的资金 代表我们刚刚搬移的整个过程 是非常顺利的 这个程式也是正常的去运作 我们刚刚改的栏位 这边本来是数字 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名称 就是一个代码 那这样就完成我们detail的一个 把原来的一些处理资料的逻辑 商业逻辑把它搬移到这一个service上面 然后我们在control的这边 只保留这一个控制逻辑 那这当然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设计模式 或者是你公司文化的一种自己的写法 那实物上就看大家怎么去运用 那我这边的办法就是提供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写法 给大家去做一个基本的这个参考 那下面我就留给大家练习 像是这一边这个新增编辑 还有这个编辑 然后这边是删除的部分 就留给大家去做练习 我这边就不再多做示范 不过我这边的这个范例栏 就已经把我自己简单的修改方式 移过去的这个写好的我都放在这个范例档 大家自己写完可以下载这个范例档 跟我的写法去做一下比对 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的话 也可以下载我这个范例档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简单的去移 那移这个其实这边再说一下 移这个是没有对错的 就是看你的这一个习惯 或者是公司的文化 或者是你的设计模式去决定 你到底该怎么移 该怎么写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这一个 基本的DIY注入的用法 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